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然后我们会继续讲到这个 用经文应用神的属性讲道法 用不同的经文应用出来 然后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经文了 这个解释在上一堂的时候我们都讲过 这里讲到有两种安息 这是老苦丹中丹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了 然后第二种是他心理由和谦卑 当我们赴耶稣的恶学他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整个灵魂就得到安息了 因为他的恶是容易他的胆子是清神的 这里讲到就是神可以将安息赐给我们 第一种情况就是他 我们老苦丹中丹来到他那里 他就会将安息赐给我们 第二种情况是要当我们去赴耶稣的恶 识奉神 而且学耶稣的样式 学耶稣的生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深度的安息了 这个经文我会这样说的 我们怎样形容出 形容出神的这个恩典呢 这个让人感激神这个安息 我用言语啊 就好像讲到这样 因为有些时候你们太担心 讲究写啊 就好像很困难 但我现在形容出来 是这样的 世界上的人都不是有安息的 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的 耶稣里面充满安息 他的里面就是安息 他就是安息的主 然后首先耶稣说来到他这里 我就得到安息了 所以讲到这种能力 他能够将安息赐给 来到他面前 亲近他 依靠他人 你就可以尽力安息了 这个就是他的奇妙 能够将安息赐给 然后所以我们这样形容的 这个安息就是信主啊 或者是有烦恼的时候 亲近神 然后耶稣讲到这个 深度的安息 这是当我们愿意 赴耶稣的恶 与耶稣一起服侍神 这是赴耶稣的恶 是耶稣的恶 也学耶稣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 深度的安息 所以这里讲到 两种程度的安息 第一种 这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 但从圣经我们看到 另一种是在这个之前的 这是当我们信耶稣 神重生我们的时候 神重生我们的时候 如果你留意你信主的一刻 就好像突然很平安了 很轻松了 这个就是重生的时候 神将这个安息首先赐给我们 当我们信耶稣 马上这个安息就来到 这是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 当我们寻求神了 神啊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神就将安息赐给我们 神也感动我们 常常这样得安息 神感动我们去亲近神 去读圣经 去灵修 就有这种安息 神感动我们去 跟从神 怎样有这个安息 然后神也想我们有 深度的安息 就是当我们愿意服侍神 愿意学耶稣的生命的时候 就更有深度的安息了 所以当我们开始 亲近神了 服侍神 神这个安息就来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学耶稣的生命 常常倚靠神 仍望神 这个安息就更来到了 所以如果我形容神的安息 是这样的 这是他 里面就是安息 当我们信靠他 重生的时候 安息就来到 然后他也激励我们 继续亲近他有安息 他也鼓励我们 服侍他的恶 去侍奉神 也学耶稣的生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有安息 这个就是神的里面 你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手啊 包括神的安息 他的里面就有安息 他很想我们来到他那里 第一个成绩就是当我们 信靠他的手 亲近他的手 另外的成绩是 当我们愿意 真的让耶稣做完 我们 服耶稣的恶 这是与神有更深的连结 愿意服侍神 也愿意学习耶稣这种生命 他怎样依靠神 怎样在神里面有安息 完全没有单子的话 我们就在心里面有 更强烈的安息 所以他去引导我们 一步一步进入神的 深度的安息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他就在安息放在门里面 他每一天感动我们 去亲近他 当我们亲近他 就有安息了 然后当我们亲近 尊重他 服侍他 学他的生命的时候 这个安息就更强烈的来到 这个就是 神不停的帮助我们 有安息 让人看到 神看到很多基督徒 很烦恼 很烦恼 他的心里说 你不需要烦恼啊 他感动我们说 你不需要烦恼啊 我可以叫你有安息的 是你担心 你忧虑 没有亲近我 所以就烦恼了 但当你 依靠我的手 亲近我的手 也淡我的 担子 学我的样式 负我的恶 这个安息更强烈的 领导的身上 那我 我怎样会 明白这一点的 圣经已经说了 第一种安息 亲近神 第二种安息 赴耶稣的恶 学习 耶稣的样式 而且我也留意到 有些时候我要烦恼 神怎样除掉这个烦恼呢 神会感动我去亲近他 当我亲近他 他就很喜悦 他就这样这个 平安 这个安息更强烈的 离到我身上 而且当我 继续的亲近神 继续亲近神的时候 越来越进入神的安息 他就感动我 停留在这个安息里面 这个就是 从圣经和从我的经历 我形容出这种神 引导我们进入圣度的安息 我所讲的 就不但是有道理 而是有神的 在我身上的工作 我的经历 可以经历到的 这个就是 如果我先讲这个 例如 我用这个 我写的 这个帮助你们写 这个负面例子 有些人不来到主那里 得安息 就被叫当子 又不 没有背负 耶稣的恶 不学 耶稣的样式 这样的话 他的恶 和当子 看为 是自己的 他就很重的 这个当子就很重 所以有些基督徒 为什么很重呢 第一 没有经历神 第二 没有 负耶稣的恶 第三 没有学 耶稣的样式 当子 自己很重的当子 所以常常烦恼 这个 我说出这个情况 然后属性 神是常常在一种 安息的状态 他很柔和谦卑 主的让事 也是很完美 他里面就是完美 轻松平安喜乐 就是 因为我很欣赏神 我常常看到神的美丽 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 我就看到神里面 这种安息的美好 我们有一天去到天堂 就看到这种安息 我们 亲近神的时候 也开始经历这个安息 我们 父耶稣的恶 学耶稣的生命 也经历这个安息 这个属性非常美好 然后恩典 他除去人的当子 叫安息 七个人 他柔和谦卑的服侍 我们 常常很柔和的 谦卑的服侍 我们 就好像他 替门徒洗澡 这个就是他 柔和谦卑 我心里是柔和谦卑 他很谦卑的 但你说 耶稣没有替我洗澡 但其实 耶稣每一天 替我们拿掉 中当 每一天 带领我们去 亲近他 然后他这样平安 祈给我们 他每一天这样做了 这个就是 谦卑的服侍我们 我们有烦恼 他谦卑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安息 所以这个是 他做的作为 他由和谦卑的带领 我们去享受 他的安息 你要当我们 父他的恶 学耶稣的安息 就有更深度的 安息 所以这个需要 细想 我整天都细想 神的恩典 所以我 从经文细想 我就看到这些 你要警告 如果不静静神 或者是自己当心 就会 有中担 最严重的是 有情绪病 再严重的是 击杀 就永远在地狱 更痛苦了 这个完全没有 安息了 这个就是 警告了 所以 有些人 他们整天都担心 整天都 负面 整天都埋怨的话 生命越来越破裂 有些人甚至 击杀 击杀 通常会去地狱 但我不是说 每一个都必须去地狱 因为有些人 在击杀的过程 说神的 我真的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 我真的去罪了 求你 怜悯我了 他可以去天堂的 但我 但我 会告诉人 不要这样想 不要想 我先击杀 然后我就 求耶稣这样 救我的灵魂 这样是很愚蠢的 因为击杀 这就是说 神你没有帮助 我的 你的暗点 不够我用 所以这个是 非常 可惜的 可以失去 神的救援了 所以我们就 不要 被这种压力 压住 很重很重 就觉得 生命没有意思 这个就非常的痛苦了 然后如何 如何有这个安息 反思 总是 这个如何 我常常都写的 怎样除掉重担 怎样除掉重担 就是 怎样 放下重担 留意到 我担心家庭 有些 担心家庭 担心配偶 担心孩子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但担心他们 不能帮助 耶稣说 你能够 谁能够用思虑 叫你们的生命 多加一克 你不能的 你不能用思虑 使你的生命 多加一克 所以我们 思虑 不能改变事情 但有些 就是当着当劫的话 整个生命都中担 但如果我们 放下中担 反而 来到神面前 神负责 我就是 亲近神 让神的平安 来到我们身上 不去等问题解决 很多时候 问题不会这么快解决 而且家人 没有信主 或者是家人 没有听众神 他们很难会改变 但很多基督 是这样的 我的家人不信主 他们不听话 我就没有安息了 你可能等很 很长的时间 他们也 不会 改变 所以我们不需要 等他们改变 但我们平稳 安静 就不被他们影响 我们的平稳 安静 就可以影响 他们更容易信主 越当着当紧 越不能改变他们 越 好像耶稣的 学习耶稣的生命 就越有平安 越有平安 就越能够改变 家人的 然后我们就 负耶稣的 恶 学耶稣的样式 这样的话 相信神负责 我们的心里面 就会越来越轻松 因为神负责的 他的恶是容易 他的胆子是轻松的 我告诉你 这个教导 很宝贵 这个 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但我教导 这个教导 我是很轻松的 因为神是 帮助我的 神是帮助你们的 神是陪伴你们的 好了 我现在 好像讲道 这样讲 讲道 讲这个 经文 怎样讲的 让你们感受到 怎样帮助人 感受神 这种恩典的伟大 感受神 这个 安息的伟大 就会 渴慕神 现在我就好像 讲道 你们中间有谁去 里面有不开心 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担心 家人 有没有觉得自己 做得不够好 所以就不开心 当你有些些烦恼 不开心的时候 你能够喜乐吗 很难是不是 很难喜乐 你留意我现在的 生意是怎么样 因为我要带来安慰 所以我的生意 是很游和的 就好像我弹琴的时候 很游和的 我们有中担 有不开心 耶稣看到我们不开心 祂的心里很 关心我们的 很想除掉我们 中担 烦恼的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活在烦恼里面的 因为神的里面 就是平稳 安静 祂里面是安息的 当我一起 98年经历 这个步道 在为我按手祷告 这个爱充满我 我也感受 这个平安临到我身上 真的很平安 真的很轻松的 我就开始经历到 神同在这种安息 我就觉得 非常的宝贵 神的里面就是这样 充满 怜悯 充满 安息 充满平稳 安静的 这个经文讲到什么了 你来到我这里就安息了 因为神的里面 是充满 安息的 我们来到他那里 马上 安息就临到你身上 他就除掉我们的中担 就来到我身上 这样平安 赐给我们 然后耶稣说 我心里游和 谦卑 他充满 游和的 很温柔的 他看到我们做的不好 他不会骂我们的 他会感动我们 神又游和的 感动我们 他很谦卑的 服辞我们 我们很多次不听话 很多次烦恼 很多次担心 神都是这样感动我们 他很游和的 你有没有经历过 神又游和的 感动你去 亲近他 有没有感受 神多次的 又游和的 带领我们 去亲近他 这个就是 神的又游和谦卑 他又游和的 谦卑带领我们 但我们愿意 侵从神的时候 侍奉神的时候 被 父耶稣的 儿学下 就是让行 他就会 要更大的平安 放在我们里面 尤其是当我们 学耶稣这样 平稳安静 不要紧的 很重要 不要紧 神会照顾 神现在 在我前后 完整我 神会照顾 神会陪伴 神会与我们 同在 神会除掉 我的重担 当你这样放手 不要紧的 我告诉你 我有什么时候 有烦恼 我都马上放手的 不要紧 放手 我就会平稳 安静 你也可以平稳 安静的 当我们放手的时候 神是 看到我们 当着当着 他的心 是关心我们的 怜悯我们的 他很想 我们放下 这些 重担烦恼 他 常常感动我们 不需要烦恼的 不需要担心的 依靠我 我就将平安 赐给你了 我就 叫你的心 你享受我的平安 当你 付我的恶 跟从我 学我的方法 不用担心 将所有重担 交给主 我就平稳 安静了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警告了 但我们在 常常担心的话 每一天担心 没有人能够承担 这个担子的 每一天担心 越来越 有情绪的问题 有一天 睡眠不好 健康不好 所以如果你发觉 你自己睡眠不好 常常担心 这是因为 你当着这个担心 你就放手 神会照顾我的 不要紧 神会照顾我的 神陪伴我的 不要紧 我们就放手 这样的话 我们就越来越有平安 但有些 他们没有 听众神的话 常常担着担心 他就可以 可以有情绪病 可以很严重的 有些人有情绪病 整个生命就破裂 整个生命就有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怎样做呢 首先我们了解 我们里面 有没有担心 有没有忧心 烦恼 有没有担心 是自己担着的 不相信神会帮助 自己担着 我们就将这个 烦恼带到耶稣 耶稣啊 我为我的家人 在烦恼 我为我的灵命 在烦恼 我为我的软弱 在烦恼 耶稣就会对你说 你有烦恼 不要紧 你来到面前 敬敬我 不要想你的困难 这是想着耶稣 神的耶稣陪伴我 这个平安就临到你身上 你就是诈美主 你越来到面前 放下重担你的 你越轻松越平安 然后 你看到什么问题 你来到神面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你需要 破解 这些重担的 下人不好 我们就担心 怎样 怎样办呢 怎样办呢 这说 下人不好 是他的问题 我尽力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 背着他们担子 我为他们祷告 善待他们 对他们更好 帮助他们 我就放手了 我就轻松 但我每天有平安喜乐 他看到我的平安喜乐 可能更改变他们 更能够改变他们 所以我就 想办法处理我的担心 我担心我的健康 越担心 越有病 是不是 所以我说 担心没有用 我就选择 不要担心 我就轻松 神啊 如果我死 就死了 去健康 如果我病 我就依靠神 亲见神 神将我的痛苦拿走 这样的话 在病痛之中 还需有平安 神啊 你将我的痛苦拿走 让我平安 轻松 这是相信 他能够在病痛中 赐给我们平安 是去这样 化解我们里面 任何的不 单紧 有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说 他对我不好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单的单紧 我就放手了 我就 他不能伤害我的 他说的话 留在空气 只有半秒钟 他骂我 不要紧 我不需要抓住 我放手 我就轻松了 有人骂我 放手 我知道神会保护我 然后我轻轻松松的 赴耶稣的恶 去侍奉神 学耶稣的生命 完全的依靠神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人就平稳 安静 如果我们常常在平稳 安静的时候 的状态 然后有一天 发觉自己有单紧 就马上处理 为什么担心 因为人 我就说 不需要被人影响 因为健康 越烦恼 越有病 我就放心 主耶稣 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耶稣 越平安 越舒服 越轻松 越舒服 就是有痛苦 也说 不要紧 我依靠神 神就喜悦 神可以祝福我的 这样的话 任何问题都化解 尽量停留在平稳 安静的状态 我告诉你 我整天在平 喜乐的状态 所以我有什么烦恼 我马上留意到 马上留意到 我就马上处理 这样的话 就这样烦恼 都拿走了 常常在平安喜乐里面 有烦恼 就马上处理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天享受 神的安息 就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了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好了 我们讲这个 就到这里了